观节的破坏王 就是肋风湿性关节炎 那么到底 要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 因为很多人会根本搞不清楚 因为现在人很喜欢运动 所以关节受伤人其实有很多 可是当你自己在关节疼痛的时候 你怎样知道自己 到底有没有可能是 肋风湿性的关节炎 有几个准则可以跟大家讲 一个就是肋风湿性关节 比较容易侵犯的是小关节 而且比较常常会左右会对称 就是你左边有右边也会有 所以如果那你说受伤 同时撞到两边 这种几率是比较少一点点 另外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表格 如果说你今天 它这个表格是用算分数的 它把每一个情况给你的分数 如果加到6分 你就极有可能就是肋风湿性关节炎 我们在家里自己可以做的是 先看你侵犯关节的数目 如果你现在关节疼痛 你先数一下你到底几个关节在痛 他先告诉你说 如果你是侵犯的是2到10个大关节 比如说手肘 手腕 膝盖 这种这算大关节 你先算你痛几个大关节 这样是1分 如果是大关节有在痛 就是1分了 超过6周 所以如果说你很多关节炎在痛 持续的时间又超过6周的话 基本上你就很有可能是肋风湿性关节 你就赶快到医院去抽这两个血 OK 又会再给你喷煮 就可以诊断是肋风湿性的关节炎了 好 肋风湿性关节炎跟我们一般上是运动受伤 或者说是意外受伤的关节炎是完全不一样 它是一个自体的免疫系统攻击疾病 是的 没有错 肋风湿性关节炎是 不只是肋风湿性关节炎而已 它是一个全身心会发炎的系统性疾病 它是威力非常强的 那为什么叫它是关节破坏王 它的情况 因为它的发炎就好像你在煮鸡汤一样 煮鸡汤 煮鸡汤久了之后 骨头就会慢慢的腐蚀掉 然后它在煮的过程当中会释放出油脂 也就是像关节发炎 黄膜液发炎一样会积水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会有混浊的液体在关节液里面 那导致说很多病人就无法行走 无法就是做一些正常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小动作 那发炎太严重造成积水之后呢 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要把它抽出来 才可以减轻病人的一个症状 如果以这一张来看的话 这边有好多的手 那么当中包括这个比较初期对不对 是 然后这一张 他们到底对生活上有哪些影响了 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 打从一直张开眼睛 其实它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它之所以称为关节炎之王 不是虚构的 类风湿性关节从张开一眼睛 梳头发 穿袜子 开门 关门 拿牙刷 挤牙膏 都是很沉重的负担 梳头发 然后挤牙膏 为什么会有影响 因为它的力道 它的手会没有力气 它没有办法做很细致的动作 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近端的指尖关节 跟长指关节 刚好是我们要握梳子的 会用到的关节 或是刷牙刷牙用的关节 所以它其实是会影响到日常生活的 所以就刚提到很多小关节都会受到影响 以这个手来看是这一指是不是 是这一指 OK 可以看到它比较胖一点点 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部分来讲 有些是初期是后期的 像这个如果不处理 就会变成这样子 这一排的部分就会变得更浮重 那这样子的情况 它大概生活当中哪一些会影响 拿杯子 拿铲子 会不会有影响 拿筷子也会受到影响 拿筷子也会 拿个零钱可能就是会从皮包里掉出来 它没有办法握住那个铜板 OK 好 那其他的部分 那后面的位置是说 如果这个比较长期的发炎 它就会造成这个地方浮肿 然后压下去的话 其实就会有一些凹陷 那最终最后其实它一如影响到我们的手腕 就代表这个肋风是相对比较严重了 这个整个关节都变形了 所以这些对生活上面的影响 还包括了什么 或是已经到这么严重关节变形的程度 它 你轮上到这个时候 它就没办法上班 没办法打字啊 更不用说握手机 基本上它的生活上就有影响 它会导致病患 它就不想要出门 不想要上班 它在生活上就会造成很大的困难 而且它不是只有侵犯关节 全身都会受到影响 是的 这个疾病之所以称为关节炎之王 就是它有五个特征 第一个就是一个慢性 它必须刚刚有看到 张医师有介绍 其实诊断需要六周以上 所以它是持续性 慢性的发炎 第二个它是全身性的 很多类风水性关节炎 它会第一个诊断就是严重的疲倦 它会觉得下床 会觉得这么的疲累 它一整天都没有精神 而且它会消瘦 那比较严重的甚至会影响到肺部发炎 那再来就是它的发炎性 它的发炎性是非常可怕的 它是全身性的发炎 所以它会导致 我们刚刚提到有消瘦有疲倦 还有很可能会造成骨质的破坏 那这个破坏性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是不可逆的 它是不可逆的 那这破坏持续久了之后 就会导致骨质疏松症 那骨质疏松症最大的困难点 应该就是它是无声无息 对 没错 很多病人他不知道 他有骨质疏松症 直到他叠断骨头 他才知道嘛 对不对 最主要是 这种破坏那么严重 我们一定要赶快处理 所以治疗的部分 就是一个时效性 所以这个五大特征导致说 这个关节炎脂王 在治疗上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因为很多病人不知道 及时就医 他也不晓得这个疼痛 他这个部分来讲 需要赶快找医生 OK 好 所以刚刚提到 他对全身性影响 而且关节会变形 甚至还会有骨质疏松等等 那么所以在治疗上 要兼顾的层面很多 现在比较新的疗法是 对 我们其实很幸运的 在20年之内 我们风式免疫科 有很多的 类风式关节新的治疗方法 那目前从口服药的一些 止痛药 肋骨醇 进展到免疫调节剂 最经这20年来发展的 生物质疑 那我们生物质疑的 理想的生物质疑 就是按照我们刚刚 所谓的 类风式关节之王 这个特质 我们希望它是有很精准 它有可以快速治疗 可以持续的 有效的稳定病情 最终它可以 除了抗发炎之外 可以修复我们刚刚讲的 无息 无声无息的 骨质疏松症 了解 好 这是生物质疑方面的治疗方法 那其他的疗法目前是 在目前传统的治疗方式 就针对疼痛的部分 发炎的部分 所以就会使 平常会使用 急性的时候 会使用类固醇 或是使用非类固醇的药物 来治疗它的发炎 跟疼痛的症状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药物 就是疾病的调整性的 抗风式性的药物 它是因为我们类风式性管理是免疫的市场 所以它藉由免疫调节药物来治疗 但是因为免疫调节药物 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去调整免疫 所以在急性症状的时候 可能还是会加类固醇 或是加非类固醇性的止痛药 来抗发炎 好 如果以这一张来看 其实刚刚这个顾主人也有提到 肺部居然会受侵害 感觉还蛮恐怖的 因为眼睛你看红膜 狗膜这边 然后皮肤甚至心脏等等都会有影响 而且他有时候还会中风 因为这种病人他的抗敌 有的时候会打你的黄血球 会造成你贫血 可是很怪 他造成你贫血同时 他让你的血小板异常的增加 大家要知道血小板是拟血的 所以这类人以后脑中风 心肌梗塞的几率通通都会比较高 所以刚刚那个主任他会讲说 这个病是全身的 是全身的 而且赶快去找医师治疗 然后把这个免疫太高的情况 赶快调节下来 对调节下来 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是比较好的 因为全身心灵的影响太可怕了 那么真正在痛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缓解方法 像我们物理性的缓解方法 当然刚刚有提到关节减压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也可以把手指拿起来 会痛的那一节拿起来 做一个拔的动作 或甚至轻轻搓揉周边的关节 跟肌肉的动作 那再来就是大家家里都有的冰块 我们可以用冰按摩 冰块 我们拿个毛巾避免水滴下来 那其实我们在做冰按摩的时候 它可以让局部做一个直接的止痛 它比其实比吃药好 因为它会变得说很局部 而且它只有物理性的 它对身体没有任何副作用 就针对着你会痛的关节 比如说我这一节会痛 我们就拿个冰块 直接压在上面 然后做个原地的搓揉 那搓揉的范围不能当 它顶多就是手圈起来这个大哨 搓揉的时间大概5到10分钟 50块硬币这样子的大哨 对 差不多就是手圈起来的大哨而已 那这个目的呢 再说除了减压跟让神经止痛之外 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其实感觉会是冰 再来会变着热感 所以它有点类似像是我们如果正在发炎 刚受伤的时候用冰敷的那种概念就对了 但是冰按摩跟冰敷差最多在 它其实可以让你的神经达到完全止痛 那如果我们不是肋风湿性关节 有的时候比方说小男生啊 他们打球啊 脚环扭伤啊等等 也可以用这样子吗 那种比较适合用整块的这种冰敷包 整块去让局部做冰敷 那像那种冰按摩是直接接触皮肤的 所以它只能做5到10分钟 一般我们就叫冰人做6分钟 那压上去之后一开始感觉是冰 再来会变灼热 再来会变刺痛 一直到麻的时候就可以停了 这个时候你会看到皮肤变一个粉红色 那是我们身体自我的那种保护功能 它会让局部的血液循环反而是变好 微信管会扩张 就像艾斯基摩人他们脸会红红一样 所以你局部会扩张 所以它循环会变好之外 它有降温跟减压跟止痛的效果 所以这个方法是非常好 针对于这种局部急性期的关节炎 它的止痛是非常棒的 好 这个方法太简单了 平常就可以用 广告之后我们要来看 大家长期有肩颈酸痛之外 其实你知道吗 你有很多NG动作 居然可能会让你的这个关节未来 或许会积水哦 包括抱着女友睡觉这么甜蜜 抱小孩 拉公车吊环 这会不会太夸张了 为什么肩膀会受不了呢 马上回来 喜欢健康2.0吗 一定是非常喜欢的吧 那么请大家在健康2.0的 Youtube上面 订阅 按赞 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们随时有最新的健康信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咯